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阳高式的娇小女孩 胳膊和大腿都缠在李妍的胳膊上 像一只五尾熊 女孩睡得很沉 脸上还挂着泪痕 一张红断被子把两人笼罩住 李妍一点一点抽出自己的胳膊 手臂上的触感又凉又滑 隔壁依依压压的叫声和知忧作响的木板 招染着这里是一所记寨 准确地说是一艘码头边上的记船 随着李妍的手指抽离女孩的锁骨 那女孩身子忽然一抖 小拳头揉着眼睛醒了过来 爷 她的嗓子怯声声的 李妍盯着女孩 她身子埋在红断被子里 眼睛很大 尖尖的下巴 肩头又白又圆 红度都鼓鼓的 俏媚水灵 爷 你醒了 半天 李妍憋出一句 快吗 女孩没敢说话 点了点头 又赶紧摇了摇头 快了就再睡会儿 睡 这姑娘答应一声 软软地讨下 李妍一先备单 两脚粘定 自己还真是一丝不挂 她扯下床头的裤子和马褂 嬉戏缩缩地穿上 扎上腰带 从空间里的长风衣口袋里 拿出胡萝卜 坐在床头 啃了起来 地上扔得到处都是的鸡骨头 无声地跳动 摆出了字样 时间 1809年 位置 南洋海域 东京 114度 到124度 北纬 10度 到26度 血腥 富饶 凶残 优雅 官府垂垂将死 武器海盗声势滔天 东印度公司虎视眈眈 葡萄牙海军未尝一败 连射火炮 十字弓 一往无前的瓦斯科战略舰 燕圣树 太平文书 天母过海 南海遗种 江女 火顶公婆 全狼海鬼 黑茶巢 狡诈与残忍 背叛与臣服 野心与权谋 盖官府之尘朽 红毛鬼之贪婪 武器海盗之短视 惊逢此事 大可作为 本次岩服事件要求如下 入手价值在十万两百银以上的货物 用以祭拜信徒逐渐凋零的乡军 李延伸了个懒腰 脑海里还残留有一些 因为献祭旅首祭 从而获得的记忆 首先 这里是十九世纪初的南洋 官府日薄西山 红毛鬼 也就是最早的荷兰殖民者 后来 泛着所有西方来的投机者和殖民者 他们野心勃勃 而整个南洋海域声势最广的 不是红毛 而是猖獗的武器海盗 李延 现在就是武器海盗之一 红旗帮的一份子 他绰号 天保仔 是红旗帮首领 石夫人的心腹 除了这层身份 李延还获得了 百分之七十五的海战专金 可以说 是个不折不扣的老辣渔民 每完成一个岩服事件 会获得一次特殊奖励 奖励当中 有可能出现这次事件内容的 传承卷轴 上次在仁臣 李延完成了两次岩服事件 有两次入手牙字传承的机会 虽然没成功 但是也启发了 他入手自己想要的传承的方法 那就是 尽量多的 寻找额外岩服事件 这次李延毫不犹豫的 使用旅足手机 当然是要狠狠的捞一笔 更对香菌传承 志在必得 几口就把胡萝卜 啃干净的李延 瞄了一眼桌上的铜镜子 看到了自己轻燃燃的头皮 一头短寸 比光头差不了多少 这头形 建国以后是标准的刑满释放 那也比留一头辫子要强 李延喃喃自语 两只白嫩的胳膊 从后面缓上了他的脖子 爷 想什么呢 姑娘的脸轻逆的贴在李延的脖梗上 满脸的柔梅 李延轻笑了一声 扯过姑娘的肩膀 把她拉进怀里 左手穿过女孩腰肢 把她抱了起来 那姑娘压的惊叫一声 就觉得天旋地转 昨夜的酒精一催 脸颊发烫 睫毛都要滴出水来 咣当一声 李延把她扔到床上 转身包上红色头巾 迈不往外走 那姑娘恍惚一阵子 李延已经走远了 爷 嗯 他下意识叫了李延一句 李延一边扣着马挂 一边回头 我没给钱 李延点点头 那就是给了 推开舱门 远方黑咕隆咚一片 火光下 波光缠缠 各处挂着花灯 红通通的黄眼 除了男女的欢声 甲板那头 还有婉转的白字 在细词传来 不是什么正经玩意儿 什么龙凤 玉柱子 桃园洞什么的 李延没有仔细听 扎小刀坐在甲板上 一边抽烟 一边实际抹着脖子 他没用旅足手机 近来的身份是天保仔李延的亲信 没有下属 和管理几十条大船的天保仔李延 不是一回事 红旗帮作为南洋武器海道里最大的一只 足有几百条船 岸上岸下六万多兄弟 上万条火神枪 刀枪不计其数 这其中 天保仔李延 也是响当当的一块名号 武器海道 多少都知道一点 李延问道 感觉如何 选过来朝见一三十多大蛙 搂着你脖子喊爷 我好学没动手 你怎么样 扎小刀叼着烟绝 李延并排和扎小刀坐在一起 和你差不多 两人同时一顿 扎小刀眼神一冷 李延咧嘴大笑 好重的欣慰 李延仰天而倒 伸手抓住一杆包铁干的长剑 剑剑擦过鼻头 唯语游自颤抖 乱剑如滚巢 甲板上喝酒的 唱曲的 甚至扭打在一起的 连懵哼的机会都没有 扑哧扑哧的沉闷肉声 响成一片 一个个雪袋子似的 倒在满地血泊当中 女人的七黄叫声 响彻整艘大船 那个红头巾就是天保仔 李延耳朵一动 脚面一牙甲板 身色艳损 腾空而起 两三个纵月 硬生生翻上两层船舱 正对上夜色下 十来个手捏长弓的凶狠汉子 刚才喊话的 则是其中一个满口烂牙 面色趋黑的老汉 那老汉 瞳孔晃动 李延手里的包铁剑杆 奔着他的眼窝 插了进去 不是锋利的铁剑尖 而是毛刺乎拉的剑杆 硬生生从老汉后脑 惯了出去 欢龙争鸣出手 夜色下 血量渐影飞眩 怒吼声和惨呼声 交织在一起 劈碎攻身 劈断攻弦 黑暗中血之迸射 大概十个呼吸的时间 阴暗里 没了动静 气氛一时间降至冰点 没了声息的黑暗中 只有一双锐利的 血量双眼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参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